他用女儿身骗了观众十年,穿汉服由日本惹争议,一席话让网友怒赞。 娱乐圈里有不少的童星,他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如胖嘟嘟的功夫小子是小龙,古灵精怪的张一山,善良乖巧的杨子等等,他们向我们传达了不一样的童年乐趣。 大家还记得那个周星驰主演的《长江七号》里面饰演他儿子的周小迪吗?即使她是个女儿身,骗了我们整整十年,网友们肯定很惊讶吧? 她是周星驰的干女儿,原名徐娇,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,中国内地女演员。 2006年,年仅9岁的她就被周星驰选重,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《长江七号》正式出道,凭借反串的周小迪一角,一炮而红,因此还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。 如今的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,出夺的婷婷玉丽。 徐娇是一位极力推崇传统文化的人,尤其喜欢cosplay,对汉府更是十分的推崇与热爱。 在某次电影节时,所有女明星都衣着光彩亮丽的礼服走上红地毯,唯独她穿着汉服参加。 在《我们来了》这档节目里,每一期都能看到徐娇身着中国风的衣服,漂亮迷人,古运十足。 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有着如此的追求与热爱之情,让人心生佩服之志。 甚至,她还曾在日本发起了一个名为穿着汉服由日本的活动,在国内和日本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 有网友称徐娇所穿的汉服虽然唯美,但中国传统汉服配上日本神社的搭配有点格格不入,不免显得尴尬。 部分网友也担心穿汉服的徐娇会令当地人感到反感。 。 对于质疑生,徐娇连忙解释道,首先,福建道和大社四奉的市馆农业与商业的狐狸神,肖鹤前来祭拜求取农做丰收,生意兴隆,交通安全,与政治无关。 其次,汉服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,因此着汉服曾观道和大社并无不妥。 对徐娇给出的回答,网友也是纷纷点赞。 真是,你们怎么看呢?